既然是新玩法 又是月尾 借一部電腦來 等我自己交月費 我去交月費 沒問題,拿去吧 新進,陳達,見面了 第一件事想問陳千環博士 我們做實驗 其實要在什麼地方是最好的? 那就要看什麼實驗 當然任何實驗 你當然是想找一些 越能夠排除干擾的地方去做 從而取得最乾淨的結果 譬如說 有時有些東西 我想避開地面上那些 那些垃圾集集訊號 我就可能把它藏在地底 有時很簡單 如果是一些量度 聲音、光有關的 我們知道 就算你說充菲林 你想出來的成品好 那你就要去黑房 如果以前真的用菲林片的話 然後你量度聲音的 你要錄東西 你當然要去一個靜的房間 我想不是說 純粹一個實驗的任何 如果你想拿清楚信號的一些動作 你都需要找一個比較少雜訊的環境 去幫你拿到一個最好的信號 去拿到最準確的結果 但是所謂的信號或者集訊 其實都視乎你自己的動機是什麼 是 有時集訊是訊息 有時我們要特意找一個 或者兩個 或者兩個 的 常數 就是 所謂的 我們以前讀過的 就是 這就是實驗的動機 但是 在什麼條件之下 我們需要上太空做實驗 大家也看到 例如穿梭機 或者 很多時候 做這些 推廣的時候 或者被小朋友看的時候 都會說 我們在太空做實驗 實際上 在太空做實驗有什麼好處 其實 你數來數去 只有一兩個好處 首先 就是 太空那裡 可能你會比較容易 去離開了 地面上電磁波的干擾 但是 就算你說地面上電磁波的干擾 你大不了 找一個實驗室 或者去一個 周圍密封好的環境 把它隔絕了 為什麼要上太空呢 因為太空有一個 在地球上做不到的效果 就是無重狀態 如果那些實驗 是有可能受到 這個重力影響的時候 基本上 你只能選擇 在太空做 譬如有一些 你生物上的實驗 你想了解一下 一些生命 在一個無重條件之下 那個孕育是怎樣的樣子 只能在太空站上做 所以這些情況之下 你就一定要上太空 好了 現在後面的新聞 其實就講一個 太空實驗 你可以詳細介紹一下 其實也是 剛才我們說的那些說話 其實跟實驗絕對有關 畫面上看到 後面一條二條 像激光射入一個中間 其實這個是我們已經 都說過很多次 發展都超過三四十年 然後在二十年前 已經出了一個 諾貝爾獎的那種 叫做激光冷凍技術 激光冷凍技術 最厲害的地方 是可以把原子鎖定在一個位置 而且可以減速 減速的同時 也意味著它在降溫 因為速度越低的時候 也意味著它的溫度越低 上個禮拜我們說過 對 這個熱力學上 有一個很清楚的定義 所以我們將在這些情況 我們其實已經很久之前 已經有科技能力 將一粒在 譬如任何空氣粒子也好 將它減慢到 比人散步還要慢的一種速度 然後將它可以放在 這個很難的 很難 因為有你粒子的速度很快 你將它有容忍 其實我們現在一般 呼吸的空氣裡面 那些粒子撞來撞去 雖然有時沒有什麼風感受不到 你感受不到那種速度 但是你將它放大來看 你想像一下 裡面其實在亂撞來撞去 其實都是一個極高速的運動 不過可能它是平均上 大約撞來撞完之後 就回到原位 沒有怎麼動過 但實際上它是激烈地震蕩 而這種激烈震蕩的速度 是在說超過音速的速度 是指彈那麼快 就是每秒半公里 如果溫度越高 這種隨機速度也會越高 代表著這個粒子本身擁有的動能 也會越高 相反 溫度越低的時候 這個速度越低 如果你越接近絕對零度 很冷很冷很冷 基本上 你就將它 去到一個地步 幾乎停下來 你不可能將它做到絕對停下來 因為這個量子力學的界限 但是你就可以 無限地趨近於絕對溫度 絕對零度以上的一個 可能是百萬份或千萬份之一度 一種這樣的溫度 隨著科技越來越先進 其實一直都要有賴這種激光冷凍技術去做 而這種激光冷凍技術 做出來不是只有一個做字 不是說我做得比你更厲害 它是有實際用途的 但我想回頭 激光為何會做到這個冷凍的效果 很有趣的 首先就是光和一些原子 它有一些已知的物理機制 先知道它們會有相互作用 譬如它可以懂得吸收了某種的光 然後令到原子上面自己的電子 興奮了跳高了 它就懂得吸收能量 但它可以轉眼間 然後將它在任意的方向放出來 譬如有一個粒子向前衝 它可能一直向前衝的時候 形頭和光撞在一起 它吸收了一個光 客觀的效果 其實大家可以用一些 可以說是高中的 那些普通的力學去計算 客觀上它的效果就是 你和一個光形頭相撞 它將一粒光子吸收的時候 它會減慢 它越吸收就越慢 即是要在一個特定的設定之下 亦都可能有些狀況就是 你在後面撞它的時候 令到它最後客觀效果加快 也不奇怪 但是在這裡 但這個是否可以用 我們普通的經驗去理解 就是它在前面吸收了 就擋一擋它 它就停一停 即是你可以當它 如果你在後面撞 即是在後面撞 就是在前面撞 如果你可以適當地去調教 光本身的頻率 從而令到它可以是 形頭撞的機會率 高於在後面被尾追 然後被光撞快的機會率的時候 它總體上就會慢慢越來越慢 即是可以很粗略地去理解 即是第一代激光冷凍技術 就是第一代的做法 基本上就是用這種做法 由這裡開始 那種激光冷凍技術 是越加越多的功能 在短短的20-30年間 已經變成一種 你可以幫你去捉起其中一顆原子 甚至乎幫你捉起其中一些分子 甚至乎當年朱蒂文拿諾貝爾獎 他很喜歡給人看 他可以用激光冷凍技術 去捉起一條DNA的尾巴 任去沒有 即是這一種技術 也是後來成為了 在分子生物技術學 一個極重要的手段 這些純粹是在激光冷凍技術的應用方面 這裡說了這麼久 都是在地面上發生的事情 但是為什麼這些激光冷凍技術 又要擺上太空呢 這裡不得不提 就是激光冷凍技術 其實又可以在另一方面 幫我們去研究某一些現象 某一些很獨特性物質的物理特性 我們擺開那些分子生物技術學的東西 擺在哪裏 如果大家還好記性記得的話 一個物質越來越加熱 它越來越變成流體 液體、氣體 甚至乎變等離子體 另外一端 如果我將它不停地冷凍的時候 對於個別的物質 對於一些分子或原子 它會表現出另一種特性 譬如有一些很可愛的重金屬氧化物 將它壓在一頂 將它放入液態氮 冷凍的時候 就出超度現象 在這個冷凍的尺度之下 那些物體的物理特性 會有一種你意想不到的變化 它依然是一個固體 但它在物理上的其他特性 就會跟它原先的狀態不同 所以我們都會說 會不會這個溫度繼續向下 其實有另一種物理 即那種相的形態去存在 另外一種 其實應該說 一個比較大類 其中一種叫做 波式愛因斯坦的凝聚體 也不是每一種物質都會出現這種狀態 這裏詳細我不多說 但基本上如果你懂得去選擇 某一些物質的化學上的特性 從而令它表現到一個比較 有機會表現到一個比較波式子的特性 你再作為冷凍它 就會有機會出現一個 波式愛因斯坦的一種狀態 有人甚至說超渡現象 其實只不過是一種 Bost-Einstein-Condensate 其中一類的現象 這裏不細表 有人其實就是說 當我如果激光冷凍技術 可以幫我把原子弄得這麼冷 弄得這麼慢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藉助激光冷凍技術 來幫我們把一些 我們認為它有機會成為 波式愛因斯坦凝聚體的物質 把它動下來 的而且確是做到的 基本上也是在九十年代尾 已經同時有人做到 又是拿了諾貝爾獎 有人可以發現到 這個原來在理論上 由Bost-Einstein 基於他們對量子力學的認識 其實應該由Bost去發起 甚至乎 波式是一個印度人 理論上 基於他們對量子力學的認識 推導到 如果在一個這麼極端的環境之下 這些 某些 波式子物質 能夠表現到Bost-Einstein-Condensate 它是一種我們以前所未有 不認識的一種狀態 這種狀態 主要就是由 這件物件本身的量子性質 去表現出來 即是說 其實在這些這麼極端 這麼冷 東西動得這麼慢的環境 那些物件的量子性質 都會相對比較明顯 藉著由這個激光冷凍技術 就幫我們去開發 甚至乎第一次用實驗 去接觸到這些物質的物理特性 而且亦都發覺 他亦都可以非常之理想地 用這個量子力學來去 預計和描述出來 即是整個物質行為 這裡要講到的正題就是 那麼 要將這一種這樣的實驗 即是希望 我們複製Bose Einstein Condensate 這種實驗 由地面上的實驗室 搬到太空站上去做 搬到太空船上去做 那麼NASA 其實我可以說 剛剛這個星期的科學新聞 就做得非常之大 這宗廣泛地報導 就是現在我們NASA 準備發射一個實驗 就是將這些地面上激光冷凍 去製造波式愛因斯坦凝體 這些實驗 對上太空那裏做 你也會看到 它有一個名字 叫做 Code Atom Laboratory 就是冷凍原子實驗室 我相信也是 放在太空站內製造的 我們剛才提到 這個實驗本身有這樣的效果 但問題是 為何要放在太空站上去做呢 對 其實一開始我們提過一點 這些波式愛因斯坦凝體 最容易受到什麼干擾呢 當然你說外來的電磁波訊號 可能會對它有干擾 但如果你的實驗室本身 是夠包得漂亮的話 沒什麼其他納納納納納納納 你只有激光對著它 應該乖乖地鎖在這裏 但另外一個難以排除的影響 就是地心吸力 這個對它有影響嗎 這方面其實我剛剛接觸到這個新聞 我才知道 我一直以為 因為我不是做這一門的專業 我一直以為 我們拿著激光冷凍技術 我們已經可以把波式愛因斯坦凝體 有那麼耐耗那麼耐耗 然後就可以不停地玩 做到很多東西出來 原來都有一個時效性在 你要穩定維持它 不是那麼容易 其中一個不是那麼容易 而原因就是因為有地心吸力 有地心吸力 就算你凌空扔起它 它自己也會跌下來 你要找一些方法去保持它 然後你有地心吸力時 最麻煩它會加速 大家集體的速度一起加速 互相碰撞的時候 客觀上你都可以理解它是一種 將動能灌注回去 這些粒子的過程 而在一些那麼敏感 那麼溫度那麼低的情況 你不斷有地心吸力加速 動能多了 亦都意味著它的溫度高了 不是你想要的數字 你可以推而廣之 其實地心吸力對溫度有影響 在這麽微觀的尺度 你會發覺 令到很多你想做的實驗 做不到 我明明不想那些東西 要經常踢來踢去 我就很想有一個穩定的地 一堆波式外因斯坦凝聚體 最好就是它完全浮在中間 除了它跟激光相互作用 再沒有其他相互作用 是左頭左勢 包括地心吸力 唯一的條件 就是把它擺上太空序 所以就是這個實驗的最大的意義 但這個亦都說到沒聽 就是它追求的尺度 是相當之小的 當然 正是我們講的理由不足夠 我純粹就是 我想量度準一點 其實這個不足以 有人說服到人 去將你這球東西擺上太空 因為有人可能說 你再將地面上的實驗 再想你的辦法去改進一些 不用下下用太空去做 因為鬼 對 但這裏為什麼要有這樣的原因 其實因為去提出這個提出的人 他還會說 因為如果我們願意將這些實驗 放上太空座的時候 這種實驗甚至可以提供 告訴我們暗物質的特性 最後又說了 有機會去給我們 他不是幫我們找到暗物質 但起碼 我們可以更加了解 一些量子物質 在這種無重狀態 排除了這些地心吸力干擾之後 更加純粹地告訴我 這個粒子本身的特性 甚至乎它在真空中間的那種特性 令到我們去排除 你可以說 更加少的因素干擾的時候 我們就更加乾淨地知道 這些東西的量子性質 從而去了解這個空間裡 它那個真空的性質 有了這些了解之後 也可以間接地幫我們去收窄一個範圍 去了解一下如果真的有暗物質的時候 它的特性應該要是怎樣的 所以這個實驗 不是剛剛是一個技術上的激光冷凍實驗 它還是一個粒子物理的實驗 甚至乎它最後的意義是與宇宙學有關 NASA聽到這些東西 那就興奮了 那就幫你扔上去 這些是推小技巧 是的 但我覺得是有意義的 因為你由素式道理也要論證到這件事 為什麼你會有一個有意義地排除干擾 事實上現在這個實驗是準備放上去 當然人類首次有人放上去 而更加有趣的是 我們經常以為這些激光冷凍實驗 就是要躲在一個實驗室 有很多人圍著 然後穿着袍子去做 這個實驗室最有趣的技巧就是 不是有太空人上去幫你做 是遙控的 它是遙控的 很多時候生物有細胞實驗 你一定離不開有個人 幫你去操作那些細胞 需要用到太空站上面的太空人 所以很多時候太空站上面的太空人 他們本身就是一個物理科學者 因為他們才能夠有那個訓練去操作那種實驗的對象 但是現在這些物理實驗 他們當然 對於太空總處來說 你最好沒有人上去 越少納納納納的質量上去就越好 這些東西平時如果你能夠做到 不需要站在旁邊的時候 你就遙控地做 所以這個激光冷凍實驗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由地面控制遙遠控制 遙遠控制在太空那裡做 然後由太空那裡拿回資料下來 這是最有趣的地方 另外一個我想問 它這裡提到 就是所謂microgravity 我猜過廣東話的翻譯應該是微重力 其實是什麼 他純粹說 我要介紹一下 在這個實驗室裡面 只有microgravity 那是為什麼 你可以想像 那是一個很弱的重力在上面 在太空上面那種無重狀態 你可以理解做一種接近無重的狀態 因為有些因素 也是隨著你的軌道本身的形狀 另外就是你也可能有其他物質牽引 除非你整個太空船本身都沒有 沒有萬有引力作用給你的 又或者你那個軌道本身是非常完美無瑕的 沒有受到任何干擾 否則總會有其他一些很弱的相互作用 簡單一點就是 魚量都在你外面走過 理論上它對你有干擾 例如魚量對地球干擾 就是潮直力的干擾 那些很大 那些是在地球自身的 萬有引力以外外來給你的干擾 雖然你去到無重狀態 就是理論上你排除了地球給你的萬有引力干擾 但是有一些就是來自地球上的物質分佈 不運巡 你自己本身運轉軌道以外 有一些質量或者萬有引力的變化 甚至是太空船自己本身 這些你都可以計算是一個萬有引力重力作用的雜訊 換句話說 它其實都無所謂是一個絕對沒有干擾的環境 其實是的 因為整個宇宙本身都可以說 萬有引力始終都是維繫整個宇宙本身的膨脹 有幾快幾萬的一種力 雖然你說宇宙上面的物質大底上都是很均勻地分佈 但是尤其是越是Local的狀態 越是一個局部細小的狀態 那種物質不運巡盛就會更加明顯 總會有一些很微弱的萬有引力的障落 除了這個之外 大家都會很關心另一個新聞 就是和太空有關 就是中國想現在去火箭探 探穴 探穴的名字 衛星叫做雀橋 英文的翻譯就是 Magpie Bridge 對 其實中國已經探穴了 那時是那位常鵝 那些人都放了上去 這個常鵝 其實重複了類似外國的登月計劃 它就派出一輛月球車上前 當然同一時間 美國都派了一輛火星車到火星上前 現在中國會進行更多一步 不僅去月球向著我們那一面 還要去月球背著我們那一面 其中一個前期一定需要做的工作 就是因為要去一個背脊得住我們的地方 所以我們地面和它是基本上 一定不能直接溝通 唯一的辦法就是你要放一些東西 可以看到月亮背脊 從而就是當你在月亮背脊有那輛月球車 如果放在月亮背脊的時候 它的訊號就可以射到中間的中介裝置 再把訊號射到地球 這個著橋的意思是一個中間 將訊號轉介的一個媒介 所以你說要放到車上去之前 放在一個中間的聯繫裝置 這個著橋就是必須 那這個意義在哪裏呢 我相信對於探閱來說 其實頗多國家都做過 所謂頗多都是說幾個 現在去這個所謂 Dark Side of the Moon 說得比較嚴重 意義在哪裏呢 這個Dark Side的意思 其實對於地球人來說 一個Dark Side 其實這個月球的背脊 它永遠得住我們 但它也有機會被太陽曬到 我知道 所以這裏的衛報也要補充 它最初第一個版本 就叫做Dark Side of the Moon 但這個說法是不科學的 只不過是一些日常用語 其實它身邊那裏就叫做Far Side of the Moon 是的 它什麼時候會在Dark Side呢 就是譬如說在15的時候 因為月亮在開邊 它背脊都得住太陽 得住地球再得住太陽 但如果初一的時候 它就背脊得住地球 但背脊就向著太陽 但怎樣都好 作為地球就沒有辦法直接觀測到 唯一以前美國都試過 然後就放一些衛星上去 就不是放一輛月球車上去 就是放一輛衛星上去 甚至乎是說 有太空人坐著太空船 兜了去月亮背脊去看 去拍攝 但是又沒有真的說 太空人去登陸月球的背面 即地球看不到的那一面 沒有的 這個就沒有的 甚至乎這個落地面派登月車 應該都 這個我真的要查一下 它可能放一些東西下去 但是它不是一輛車 也不奇怪 但是就很肯定 就是曾經試過 飛下軌道去拍攝 這個月亮背著地球那一面 其實已經做了很多 但是當然 中國一定要證明自己做一些特別的事情 照計說應該是第一次派有輛車 然後還可以跟它相互作用遙控一些東西 這樣來拍攝 去拿一些更近的數據 當然我都會預期它應該都會 因為它做一些前人沒有做過的事情 它都有資格去拍一些之前的人 是獨家相片 所以這條新聞也提及 新華社的引述 一個相關人員提及 這個重要一步就是 令中國可以實現 作為第一個國家 去派一個太空的裝置 即使是軌道降落在月球的另一面 以及探測的地方 當然後面的結論就是 它會發放一些照片和資訊回來 如果大家記得阿波羅13號這些電影 其實說過太空人 都已經曾經 它說會有一些時間 是跟地球聯絡不到的 那些時間就是 那些太空人基本上 就可以用它們的肉眼去看到月亮的後面 過往攝影的資料得出是什麼 大家純粹推論來說 就不會說月亮背脊的構成成分 和向著你那邊有顯著的分別 因為整個東西基本上都是同一個時間去形成 但是背著地球那一面 就是因為它背著地球 它就像一個盾牌的外面一樣 有什麼戰它就更多 相反 月球向著地球那一面 因為照著地球 遮著它 就沒有那麼容易被石頭撞到 所以總體上 拍攝的時候都可以看到 就是月亮背著地球那一面 就一些洞洞多一些 那些坑多一些 就是被撞擊的程度頻密一點 那這個就可以預期的 那如果你這樣說 它兩邊應該不對稱 我不會說 我不會說重量就變成鴛鴦邊大小邊 但是你可以說 它的樣子就是一邊鬥皮多一些 一邊鬥皮少一些 那你就算地球你也可以說 地球都不是完全對稱的 南北半球 南北半球 東西半球的地理都有些不同 這個就是因為地球本身上面 那個地學運動 而表現出來的結果 而月亮那個主要是由一個天文的活動 是由一些隕石撞擊出來的結果 它這裏有一句 我相信你都可以解釋一下 就是它最後也說 它也是引述 就是相關人士說 The building in the shadow of the moon blocks 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 from earth offering a battle view of radio signals in the universe and enabling researchers to listen to the cosmos 我用說的話 就是它如果在月亮的背面 就由於阻擋地球的電池干擾 令到可以接收宇宙的無線電訊號 就會更好 還有就是令到這些研究人員 可以聽到宇宙的訊息 這個說法是否正確的 這個也對的 但是真真正正的做天文 如果你打算指望月亮 幫你遮蓋一些東西 幫你量度外遠一點的時候 其實就不如再去擺遠一點 不用擺月亮後面 因為我們以前都曾經說過 哈佛之後已經有新一代天文望遠鏡 他也完全遮蓋月亮 直接考慮地球的其中一個拉格朗日點 就是將它放在地球和月亮以外的軌道 一個更加遠的位置 而那個軌道最好的好處就是 既可以吃到部分地球的遮擋之餘 亦都可以完全全天候 跟著地球同步地圍繞著太陽去轉 然後也可以長期拍攝外太空 他亦都可以用自身的裝置 去遮蓋自己的背部 令自己很穩定地 量度著另一個背向太陽的方向 相比之下 如果你只依賴月亮擋住的時候 那件事有時 15的時候 就跟你完全背部得住 你過了14或16的時候 一去到那些初一初二 你整個東西就是拍攝太陽 當然如果你想到一件事 又想拍攝外面七黑的太空 又想拿來有空拍攝太陽 放在那裏是可以的 但如果你純粹想來拍攝太空 就不要想那裏 明白明白 大家看深藍線 就要加多一些自己的批判角度 不要把宣傳的公關稿照單傳收 如果做到一件別人未做過的事 都很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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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給他一點點聰明 給他一個讚 好 我們下次再回來 好 好 待會 2 8 2 5 1 1 2